凉菜 是春节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之一 一道鲜明又清爽的凉菜将会很受欢迎 今天这个视频 我将带给大家一个爽口又好吃的凉拌菜 学会了它 你也可以在春节的餐桌上露一手啦 在春节的时候呢 每家每户都会做很多好菜 特别是在年夜饭的时候 那么鸡鸭鱼肉肯定是不用说了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反而喜欢吃一些比较清淡清爽的凉菜 可能每家每户都会准备一些这种小凉菜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 我朋友交给我的 我也自己很喜欢吃的一个凉拌杂菜 那么从今天这个视频开始 一直到春节之前 我们会陆续上传一个春节年夜饭的特辑 那么还对年夜饭头疼 或者是发愁的朋友不知道做什么 那么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下面让我们看看他都需要准备哪些食材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准备豆皮 胡萝卜 辣椒 红辣椒 洋葱 这里是香菜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准备了这种海带 等一下我跟大家说 这里呢还有这个蒜末和辣椒 这里还有一些炸花生米 金针菇 那么在这些配料呢我们都需要准备这个是味精 糖 油 盐 还有这个味达美鲜酱油 还有一些食用醋 在这里呢我准备了一张这样的豆皮 然后我们先把它从中间划开 春节我们做这美食做的比较多 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有一把锋利的刀 然后呢再一分为二 不需要太标准 然后你就把它切成条就可以了 所有的食材呢基本上都切成这样的条状 不要太细 也不要太粗 大概四毫米左右 好了我们的食材都准备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所有的食材放进来 这个洋葱也切成这样的长条 青红椒也切成长条 非常简单 其实你想放什么都可以 你可以放黄瓜 你可以放黑木耳 你可以放油菜 喜欢自己喜欢吃的任何蔬菜都可以 然后把它放进来 然后这里呢我们把这个海带放进来 海带呢我就是这种凉水 把海带放进去煮了有三分钟 锅开了以后煮了有三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煮的时间太长 否则的话这海带就煮的面兜兜的 就不好吃了不清爽了 那么这个金针菇呢也是 这个水开了以后呢 放进去煮不到一分钟就可以了 下锅基本上翻一下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放进来 然后花生米我们等一下再放 好了 现在呢我们的蔬菜的这个准备工作 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呢我这里有个小奶锅 然后呢我倒进去一些油 等一下我们把这个辣椒烫一下 大概50毫升 好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油拿到这个炉子上去热一下 热了它冒烟就可以了 稍微有一点点冒烟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就回来 我们先把辣椒和蒜末稍微混合一下 蒜不要切得太碎 然后呢这个油已经冒烟了 然后我们把它倒进来 大家可以听到这种滋滋啦啦的声音吗 嗯像这样子 好这样就可以了 不一定全部倒上 好了像这样 嗯这个味道太棒了 嗯辣椒的味道 还有蒜味 特别香浓 特别棒 好了 然后呢现在我们开始来打造我们的凉拌菜 一丁点盐 一丁点 就差不多一小撮就可以了 然后糖 糖我们稍微多放一点 大概是两三茶勺的样子 然后呢 对了这道菜要用到胃精 然后我爸妈该说了 燕燕姐从来不用胃精 是的 因为这是我朋友教我的 他说你一定要放胃精 我说那好吧呢 我就放胃精 然后呢 呃醋 醋 差不多就 大家按照个人的口味就可以了 你喜欢吃酸的就多放点 不吃酸的就少放点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的 一定要用味达美的鲜酱油 我说为什么呢 别的这个鲜酱油不可以吗 他说不可以 因为这个味达美的味道不一样 哎我尝了尝 的确味道不一样 如果你在的城市 买不到这个味达美的酱油呢 那么你就怎么办呢 那你就用这个寿司酱油的味道 跟那个差不多 就是特别好质量的寿司酱油 然后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炸的蒜头油和这个辣椒油倒进来 然后就开始拌 拌匀了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爽口 好了拌匀了以后呢 你就要尝一尝了 看看味道对不对 尝一点点金针菇 加上一点点这个 刀皮 少一点点酸味 少一点点咸味 然后再放一点点盐 大家要尝一尝这个菜以后 尝好了以后 适合你的口味 然后再上桌 一开始不要加太多 慢慢把它加这个佐料 一开始加太多 咸了酸了的就没法 没法拌了 再尝尝 嗯 甜甜的酸酸的 还有一点点辣味 好了这就好了 然后我们稍微放一点点花生进去 这就很漂亮了 一口青菜再来一个花生米 在嘴里 嗯 想想味道就很棒 好了我们的拌杂菜 拌好了以后呢 就可以把它装盘了 装盘的时候呢 把它最好是把它码在这个盘的中间 这样呢 好看一些 当然如果自己在家里吃也 也不一定那么讲究哈 你要在饭店里吃的话呢 可能就把它摆得漂亮一些 像这样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比较漂亮了 然后呢我们再在上面 撒上几个花生米 稍微做一下装饰 像这样 把它在边上亮亮的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清爽 而且非常好吃 非常好的一道凉拌菜 那么学会了这道菜呢 你可以在春节的餐桌上露一手了 给父母 给家里人 给朋友也好 展示一下 你会做的这个凉拌菜 好了屏幕下方呢 有更多的美食视频 等着大家去收看 别忘了点击这里 订阅燕燕Future 优酷视频 非常开心 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春节 特别的专辑凉拌菜 好了我们这是第一个视频 接下来呢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剩下的这个春节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耶